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车站的事 你怎么会知道的 全镇的人应该都知道了吧 怎么会是给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谁 谁 谁拍的 你是在南平 不是在上海啊 姐姐 你俩在这儿整这出 不给人嘴里面提挂的吗 师傅 你师傅有什么毛病啊 要是过一阵 万一您要闪婚啊 蜜月啊什么的 您所有的班我都听您指了 保证不会打扰你们两个的小世界 我不要误会啊 那到这份上了 你退什么呢 好了就大大方承认呗 关键是美好啊 前几天啊 你奶奶又找我了 相亲的事 对 她肯定是不知道你跟庄杰的事是吧 我和庄杰没事 相亲的事 你是你奶奶的 所以你和陈麦东真的没可能了 她和奶奶相依为命 镇上也需要她 不会那么轻易离开 我说句实话 庄杰她也没多喜欢我 我确实很喜欢陈麦东 一直就是 她也不会为了我贵难品 但我更喜欢上海 我和我自己 能不能比起上海 我们更喜欢的是在这里的自己吧 姐 姐 你也没有爸爸了吗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无极力了 我以前没有一个爸爸了 所以很珍惜和叔 和叔 我这回要真为镇上表彰了 先送您一面紧急 得了 就是 本来是想搞个隆重的仪式送给您的 看来真的现在给你了 请你照顾好她 您放心 有你们俩几个 她 是我命好 真的吗 快点快点 我既然从来都没有叫过和叔一声爸 那不会怪你的 你不错了 和叔没了 正因为声音有大型 我们才应该更努力地去胜我 可为什么又胜我 为什么怎么胜 爸 生而为人 吃两件 所以壮件 失去的本质 是在教会我们慢慢学会接受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熬 但总会撑过去 和娘脑离家出走了 我不上学了 为什么呀 他们说 说我们家女人客服是灾性 这家要是没我爸 我早就离家出来了 其实我是想跟我爸走 都又怕着咱妈没法交代 和娘脑 你越说越离谱了 你怎么这么不从小孩的感应啊 我就是知道爸还在 他总着我说话的 娘脑 你朝夕相处的爸爸 只是换了一种能量形式存在 他们的身体既不是残骸 也不是遗迹 而是正在经历某种 生命的转变 孕育和孵化吧 妹 怎么会不尊重你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一样啊 你现在找不到爸爸 并不代表你的生活 就没有了意义 从今往后啊 咱俩要以身作则 带动咱妈和庄严 把和叔那份也活出来 好不好 回来 小姐 多事好啊 咱们入客了呢 刚回来 不还真一日 就跟个谁人病着 不知道有给谁看 告诉乡亲们 我庄杰回来了 咱们和家人丁兴了 不是什么好欺负的孤儿光 此地比是三百两 crow 咱们喝点 咱们膜 你 你 我 咱们